智利有一位青年 因为喝醉酒在阳台栏杆上 一不小心从40公尺高的17楼阳台摔下 既然大难不死 只有骨盆及大腿瘦的骨折 目前可以依靠轮椅行动了 事后他还大方展示 刺青有神字的手臂 而这段精神的坠楼过程 被对面大楼的监视器 全部拍了下来 当天早上8点30分 喝得最茫茫的雷耶斯 坐在客厅外面阳台的栏杆上 由于重心不稳 从17楼的阳台坠落 幸好先撞到停车场的遮雨棚 再弹到下面汽车的引擎盖 最后摔到水泥地板上 一个多月后 雷耶斯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 我梦想起来 雷耶斯的朋友方得知 目睹了整个坠楼的过程 当天早上的救护车驾驶 告诉记者说 他当时实在很怀疑 雷耶斯是否可以活下来 雷耶斯在接受采访时 大方地秀出他手上的刺青 神啊请不要遗弃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нев underwear